第四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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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決議向法院申請本公司 重整及緊急處分 懷疑申請重整 綠能也在在務協商 兩家公司連日苦吞跌停棒 但大同母公司股價 在跌停後 卻有神秘買盤進場1.7萬張 市場派大股東王光祥 逆市積極加碼 天啊 有這樣的董事會 有這樣的董事長 有這樣來對待股東的嗎 王光祥現前就曾說 和大同淵源深厚 創辦人林挺生 甚至是他的偶像 去年王光祥斥資53億元 與兒子女兒繽紛三路 合計拿下10.01%的股權 另一個市場派 上海台商鄭文藝 和他的子女鄭佳佳 也各持有將近3% 林維山林郭文彥夫婦為首的公司派 則是緊握大約30% 想要去把整個大同的經營權 拿下來之外 其實同樣的也看上了這個 大同旗下所擁有的 非常豐沛的土地資產的 這個開發價值 這回旗下子公司遇難 財經大佬謝金河也在臉書開獎 知識大同總債務超過千億 公司派就像兩軍作戰戰敗的一方 最後用了下下側放一把火 把整個城燒成灰燼 但不只是股東員工受害 銀行肯定又是最大輸家 公股行股對華益綠能 曝險金額也高達77.4億 最後越演越烈是否落得全民買單 也是各界緊追的焦點 三立新聞網易訓劉曉雯 台北報導